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北部地区撤军 随后美军撤队纹令而动 迅速收拾行囊从叙利亚撤离 美军此前驻扎在叙利亚北部时搭建的多个营地 也陆续被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军警部队接管 俄罗斯记者跟随俄军一起进入到了曼比基地区的一处美军营地 进行了一番探秘 突然撤军的命令明显让已经长时间部署在叙利亚的美军部队 有点措手不及 他们匆忙带走了必要的战斗物资和射密设备 营地还没来得及彻底清理就匆匆离去 俄罗斯记者进入美军营地后发现 大量的食品 饮料 私人物品 生活物资等被遗弃在基地内 美军还对带不走的部分设施进行了破坏处理 基本没有留下能用的军用设备 美军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的约1000名美军士兵 将前往伊拉克西部地区